每个女孩都希望找到她自己生命中 像童话故事般帅气的王子 像爸爸一样温柔呵护她的男孩 当她的老公 而男孩也是一样 都希望找到像贝拉公主一样美丽 像妈妈一样温柔的女孩 当她的老公 当她的老婆 这在现实当中不是不可能 只是需要花一点点的时间 一点点的路途 才有办法在这个茫茫的人海当中 找到属于那个对的人 而柏虹在一场圣诞舞会当中 看到她心目中的贝拉公主 而那个公主不是别人 就是会分 会分在舞会当中偏偏起舞 那样的神情 那样的笑容 让柏虹的眼睛连扎都不敢扎一下 因为她生怕她一眨眼 因为她生怕她一眨眼 惠芬就会从她眼中慢慢的离去 而惠芬呢 他丝毫不知道 薄红有这样的人 这样子看着他 凝视着他 守护着他 薄红花费了好多心力 问了好多的人 才知道惠芬的下落 从此以后 他每天拿着惠芬最喜欢喝的饮料 在课堂外面 等着惠芬下课 跟着他一起骑车回家 有时候甚至等了一个多小时 就只是为了拿饭给惠芬吃 生怕他饿着了 还记得惠芬当初看到他的时候 是觉得这个男生又笨又呆又傻 但是最后却是被他温暖 亲切体贴所吸引的 人跟人的缘分就是如此的奇妙 现在Tina邀请各位 将你们的目光移到后方的新人入口处的位置 用最温暖的掌声 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新人队伍进场 掌声欢迎 今天呢是由我们最帅气的王子 博红与最美丽的新娘 我们惠芬进场 博红到最后一刻呢 还是跟Tina说 他觉得这一切实在太不可思议了 因为他可以遇到像惠芬这么温柔体贴善解人意的人 非与这样的女孩结法一辈子当他的妻子 而惠芬呢 一袭珍珠白的丽夫 依偎在博红身上那样的娇羞 那样的美丽 那样的动人 缘分是如此奇妙 一句话一回头 都有可能改变所有的事情 惠芬 博红 踏上这红地毯以后 从今以后 你们过的就不是两个人的生活 而是两个家庭的生活 不管遇到任何困难 都要手牵着手 披荆斩棘克服所有的难关 Tina在这边祝福你们 执子织守 与子邪牢 也祝福你们 勇裕爱和 幸福快乐 长长久久 执子 征写 已经 藏 腹